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小传动角的这个确定 那最小传动角呢 对于这个曲柄摇杆机构来看 我们知道这个前面我们就分析了 这是压力角和传动角的大小 在也就是机构在图示位置呢 这个传动角的是从动界 与连杆所加的这个角度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分析呢 就是这个机构在一个整周转动运动过程中 就是一个整周转动运动过程中呢 究竟在什么位置传动角最小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传动角呢 我们看这个传动角实际上就在这儿呢 就是B角BCD这样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呢 它对的这个线对边BD BD 那么这个BD呢 这个线越长就意味着这个传动角就越大 如果这个线呢越短传动角就越小 那这时候呢 当如果这个角度小于90度的话 那这个BD越短呢 意味着这个传动角就越小 那它可能是在这个 那这时候呢 BD最小的时候呢 就是BAB与BD共线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传动角如果是大于90度 那么这时候呢 那么这时候呢 那个BD呢 这个连线呢 如果越长 那就意味着将来这个角度呢 越大 而它的补角 是它的这个最小传动角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 这个最小传动角出现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区柄与机架共线的两位置之一 也就是机架AB和机架AD 如果共线拉直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BD呢 最长 有可能这个角度呢 如果超过了90度 那它的补角 这个越角度 这个越大 意味着补角越小 也就传动角越小 再一个呢 如果重叠的位置 也就是AB呢 和AD共线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导致这个BD呢 可能就较小 那这时候呢 在这两个位置呢 有其中一个位置呢 将是最小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确定 最小传动角呢 要确定出呢 区柄与机架共线的两位置 那这时候呢 一个位置呢 是B一撇 C一撇 D 那么这个角度呢 在这个位置的传动角呢 是干嘛一撇 那这时候我们根据呢 余线定理 我们就可以确定 这个角的大小 那么如果是拉直的位置呢 也就展开的位置呢 就是AB与AD共线 这时候呢 我们得到这个三角形呢 是B两撇 C两撇和D 在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看这个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呢 如果是小于90度 那么传动角呢 就等于这个干嘛两撇 这是在这个位置的传动角 那么这样呢 我们根据呢 余线定理 我们可以算出这个 但是如果这个角度 大于90度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传动角呢 是一个呢 锐角 所以它是小于呢 90度的 那这时候呢 这个连杆与从动间 所加的锐角 实际上就是 在这儿的话 就是它的补角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180度 减去这个角 就等于呢 这个它的传动角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当它的这个 连杆与这个 从动间所加的内角 超过90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 用下边这个公式来计算 如果小于90度 那么这个内角 就是它的传动角 那这时候我们得到 在这两位置 一个干嘛一撇 干嘛两撇 然后比较 那么较小者 也就是我们这个机构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的 最小传动角 这是我们对于确定的 这个最小传动角的情况 那么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只要对于 驱禀摇杆机构 它的传动角 就出现的驱禀 主动驱禀 与这个机架 共线的两位置之一 这两个 确定出这两位置传动角 取较小者 就是为整个机构的 最小传动角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传动角的大小 它是与这个机构 各感的这个长度 是有关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按照这个 使用的传动角 来设计四杆机构 所以根据传力性能 我们也可以为了 保证传力性的 传动角不得小于 四十到五十度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 使用值呢 来进行机构的设计 这是我们讲的 那么对于其他的 比如像 偏制驱禀滑画机构 这些演化形式呢 因为我们后边要介绍 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再做 详细介绍 这个呢 是对导杆机构 它也是 角链四杆机构的 一种演化形式 它的传动角呢 我们后边 留给同学们后边 来去看 那我们现在看呢 我们再来看呢 最小传动角的最大值 就是我们用 在设计这个 受力比较大的这个 要求受力 较大的这个 四杆机构的时候呢 这时候设计啊 就要求呢 机构的最小传动角 具有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呢 由于四杆机构呢 它的参数比较少 所以这时候呢 它的一些 最小传动角呢 就受到 四杆机构的 其他的性能的 一个制约 一个制约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是一个 曲柄摇杆机构 就是最小传动角 和它的形成速度变化系数 以及呢 和它的这个 白角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要追求呢 这个白角越大 同时呢 还要或者是要求呢 形成速度变化系数越大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最小传动角 必然要小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在不同的 这个白角情况下 和不同的这个 形成速度变化 情况下的这个传动角 它都是这样曲线 那么这个是由于呢 本身这个四杆机构啊 它由于参数的限制 参数有限 可变参数有限 这时候它本身呢 具有一个 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性态啊 性能 这个性能 它是有局限性的 就是我们无论你怎么去求 他们这几个参数之间呢 彼此之间都有一个制约关系 所以完全要取得 那么合理的这个最小传动角 要最大 那必然呢 就会导致其他的白角可能减小 或者是形成速度变化 系数就不宁过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说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统筹各方面的性能 最后取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结果 当然从这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你为了实现大的这个白角 同时呢 这个形成速度变化系数要大 而且传立性能又要好 所以四杆机构它是有局限性的 那往往呢 我们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都从这个多杆机构去考虑 因为多杆机构呢 它的设计参数比较多 它的选择的空间呢更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满足多种性能的 这个综合性能的要求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后边再 关于多杆机构 我们在后边再做一些介绍 那么这是关于它的传立性能 所以传立性能呢 就用传动角来衡量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设计 把机构的设计 按照运动要求设计出来以后呢 我们还要检验 这个机构的传动角 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 如果不满足 可能对这个机构还要重新设计 或者要做些必要的一些改进 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